如何使用DJI TARA的倾斜摄影功能? DJI TARA的倾斜摄影功能是简易并自动化的对目标区域规划五组航线, 分别获取下视、前视、后视、左视和右视五个视角的影像, 尽可能多地获取列面信息,确保后期三维建模的完整度。 以下视频将以Fenton 4 RDK为例演示。 启动DJI TARA。 点击软件界面左下角,倾斜任务选项。 任务类型选择倾斜摄影,然后编辑任务名称。 在地图页面,创建三个或三个以上编辑点后,生成倾斜摄影的航测区域, DJI TARA将自动规划五组航线任务。 其中,第一组航线任务为正舍拍摄, 第二至第五组为前视、后视、左视、右视四个倾斜视角的航线任务。 注意,每个任务航点数不能超过99个, 且相邻两个航点距离最小为3米,最大为2000米。 所以,选择航测的区域不宜过大,否则航线任务无法创建成功。 同时,DJI TARA会自动计算出总航线长度, 预计总飞行时间、总航点数、预计总拍照数以及测区面积。 在右侧的任务编辑页面,用户可对飞行器飞行参数、航线规划参数、相机参数等进行设置。 基础设置需注意。 一般建议设置飞行高度至少为目标物体高度的1.5倍, 且需要确保测区内所有物体均低于飞行高度。 如将完成动作设置为自动返航。 切记点击软件右上角齿轮图标。 视周围情况设置,具体返航高度。 在高级设置中, 由于三维建模对航线重叠率有一定要求, 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户采用任务默认的重叠率。 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对于地形起伏较小的区域, 可以适当降低重叠率, 但需确保航向重叠率不低于65%, 航向重叠率不低于60%. 对于地形起伏较大、有较高建筑的区域, 需精细建模的区域或物体, 可适当增加重叠率。 在相机设置中, 若使用金磷寺RTK, 将出现畸变修正选项。 如需将采集的照片进行三维建模, 将畸变修正保持关闭状态。 同时,推荐的倾斜摄影相机 抚养角度为-45度。 待任务设置完毕后, 在侧区附近找到一片空旷无干扰区域, 启动飞行器以及其遥控器, 并使用数据线连接遥控器与电脑。 在GSR App中, 开启并连接网络RTK, 具体方式请参考金磷寺RTK官方教学视频。 启动DJI TARA, 选择事先设置并保存好的任务。 点击任务的编辑按键, 待DJI TARA顶部状态栏识别到飞行器, 并提示安全飞行时。 点击开始飞行按钮, 请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 待航线上传成功后, 点击开始飞行, 以执行任务。 在执行飞行任务过程中, 需将遥控器天线切面面向飞行器, 以获得最佳信号。 如任务结束前, 飞行器电池电量不足, 可手动点击停止任务, 选择保存航线信息及任务状态, 然后尽快控制飞行器返航以便更换电池。 更换电池后, 点击任务的继续按钮。 选择从断点处继续执行任务, 飞行器将上升至任务飞行高度, 接着飞往任务中断的地方, 然后继续执行剩下的任务。 在执行第一至第四组航线任务过程中, 如飞行器与遥控器之间通讯良好。 在当前任务执行完毕后, 软件将自动上传下一组航线信息, 并自动执行下一组航线任务。 如失联,飞行器只能在执行完当前任务后, 触发失控直线返航。 在第五组航线任务执行完成后, 如飞行器与遥控器之间通讯良好, 则飞行器会执行事先设置的完成动作, 否则将触发失控直线返航。 感谢观看。